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一群藍絲又在網上生事 這次輪到腦屈幼稚園的教材獄境 而且還把幼稚園的校監起底 拿出來批鬥一番 事源在Facebook上有一個page 叫做灣區教育家長聯會 他們昨天發表了一條貼文 指控太陽島英文幼稚園的一份教材 將一名警察和狗並列 然後叫學童把狗填上顏色 聯會批評 這樣的教材擺明就是仇警和獄警 不明白為什麼不放貓或老鼠 而把警察放在這裏是甚麼意思呢 司馬超之心就路人皆見 想用潛移默化的手段去屠毒年幼學子的思維 太過卑鄙惡讀 教育局必須正視 作出跟進和懲處 這條貼文在網上引起了熱烈的爭議 實情你這群藍絲就是玻璃心 那個教材 將一名警察和狗並列 然後叫小蚊子把狗填上顏色 這就叫做獄警嗎 那是純粹你這群藍絲的玻璃心作誰 如果你說幼稚園教師指著警察和小蚊子說這是狗 那就是指鹿為馬 或者在這份幼稚園教材當中 明明只是列了兩個警察 一隻狗也沒有 然後叫小蚊子把狗填上顏色 加陣絲完全沒有導向性 把警察放在這裏 那隻狗你可以說是警犬也可以 任你全息 你就肯定覺得別人 說你這個警察是狗 加陣絲就是要小蚊子自行來分辨哪一隻是狗 哪一隻是警察 是不是 要不需要學習 要不需要上課 你真是笨 如果那份幼稚園教材只是放狗在這裏 然後要求小蚊子把狗填上顏色 那這份作業做不做都罷了 學到什麼 連學費都浪費了 真是白癡 人家幼稚園作出澄清啟示 怎麼說呢 就說這張工作紙 是幼兒班K1功課活動策的其中一頁 在2月中的時候 派發給停課期間的學生在家學習 內容早在2009年的時候 以幫助我們的人作為主題來設計 一直沿用至今 警犬就是警察巡來時候的工作夥伴 適逢當時警犬隊成立60周年 所以選了警察和警犬一起在一個框出現 讓學生學習中文的詞彙 另一張流傳 有一隻兔子和警察並列的工作址 就是幼兒班 即是學前班 應該是功課活動策的其中一頁 本校的管理層和老師 一向堅守專業操守及原則 在教育上幫助學生掌握正確價值觀 包容和尊重其他人的意見 不會將政治帶入校園 別人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全部藍絲好像撿到保 又說找到另一張工作址 是將兔子和狗並列的 然後就叫個小蚊子將狗填飾 以此作為引證 就說將警察和狗並列 就是醜化警察 就是仇警辱警 不好意思 按照你這群藍絲的邏輯 為何你不會說幼兒園的教材 醜化兔子是仇套辱套 這群藍絲根本上是自卑心玻璃心作誰 根本上是崩口人忌崩口碗 完全是將自我心理投射 根本上是你自己將狗的形象投射到警察身上 然後就老衛人家 然後又將校監起底 原來校監丁衛芳 被他們批評為黃絲暴徒毒害青年 原來丁衛芳曾經在理大圍城當中 進去設設社工站安撫同學的情緒 一直到17號的時候 他在早上被捕 他當時益術 留守理大學生最怕警察突然衝進去 他一直坐在走廊 守候住在房間的學生 好像媽媽坐在子女房門陪伴他們 有什麼事就拒擋 這段事跡又被藍絲拿出來批鬥一番 根本上是想試圖合理化 他們對於這間幼稚園的仇警、獄警的指控 完全是站不住腳 一個校監會不會微細到連一張工作紙都會審批 你以為大陸的黨校嗎? 一群人都發神經的 還有這群人很喜歡憑著自己的個人起戶 對於學校的運作橫家干預 尤其是藍絲家長、警察家長 有沒有搞錯 這些完全是漠視教育的專業 教育也是一項專業 如果不是 阿謀、阿壽都可以做教師 不用考牌、不用讀那麼久 有什麼好讀 你又漠視別人這份專業 一味自己看到哪些不順眼 就說人家是黃絲暴徒 就說人家是塗毒青年 然後整群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就在群摩亂舞 又說不單要教科書要你送審 現在就說連工作紙都要送審 既然你整群人豬多不滿 不如自行來集資籌見一些藍絲學校 警察子弟學校好過 是不是 用不去一般的學校就讀 那麼多不滿的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不行 總之什麼都要審查 什麼都要規管 就最適合 整群人都發神經 接著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田北俊和袁梨昌 昨天董建華和梁振英牽頭的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就成立了 原來這兩位仁兄 再加上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都沒有被獲邀請 成為共同發起人 田少就說 董梁大聯盟就沒有請他加入 但是他就有個希望聯盟 他們是參政的 不是幫人介紹找工作 袁梨昌怎麼說呢 袁梨昌就說 當然沒有叫我們 相當正常 他更加之說這個舉措 是間接幫了他們去明智 實情 田少已經籌建了一個希望聯盟的平台 說要招延立市 劍指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在他揮下目前有什麼人呢 他當然本人和周梁淑儀 就不會再出選了 但是他們會捧一些人上位 捧誰呢 在港島區暫時就有袁梨昌 即是容凱恩的老公 曾經擔任過新民黨的前政策總裁 換言之 袁梨昌可以視為葉劉黨的伴將 所以找他去攻堅港島區 就夠了 就是要心要肺 因為葉劉也是在港島直選產生的 好了 現在找到他去港島直選 袁梨昌就說他有信心可以拿到四萬票 因為在16年的時候 王維基所得的三萬票 很多都是自由黨的票 和田少的票 再加上當時代表民主思路出選的王子謙 有一萬票 估計他就可以有四萬多票 因為當時的所謂民主思路 就是湯家驊搞出來的 就是以所謂中間路線作為標榜 好了 他說拿到四萬票而已 但是葉劉就不是這樣看 好像酸療療 他就說在現時政治形勢變得兩極化下 標榜中間路線就難有勝算 他就拿了他的前黨友 即是有些伴將 退了新民黨 就是田二少田北辰作為例子 就說他就反對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最後區議會又是輸 選民每次投票都會歸邊 那些騎場中間派出來選 大家都鄙視他 選舉有競爭好事 可能會有些妹妹仔 中議員尼昌 或者他的妹妹尼明 都會投給他的 就算田北俊和曾俊華幫他抬拳 但是他在港島區都沒有裝腳 不是靠斯文就選到 曾俊華在這一陣子 有沒有為香港做過什麼 他最有名的都是當司長的時候搞美食車 但是就累到別人虧了幾百萬 這個是葉劉的評估 到底選舉贏還是輸 一定就是要選過才知道 所以我絕對支持多些建制派的候選人參選 最好多些名單不用協調 完全就是入閘 最好就是多些人去競爭 有競爭才有進步 最好每個選區建制派出十多二十張名單就差不多了 用什麼協調 這樣就夠民主了 不用爭辯 田北俊的希望聯盟實情還有什麼人呢 盛傳在九龍西就會有潘卓雄 至於在旅遊界的功能界別 盛傳食物及衛生局的前政治助理 陳志遠有找過田北俊扣門 好事來的 多些建制派的人士參與這個選舉當中 不過非建制派就一定要抓緊這個機遇 既然建制派出現內控的時候 民主派本土派更加應該要積極初選 選出一些最有勝算的參選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